奔回 接下来请收看 舒适好时尚 你吃过披萨 但你有自己手做过披萨吗 手做过披萨 但原料是你自己采收的吗 舒适好时尚 生活最健康 大家好 我是杨子怡 今天我们舒适好时尚呢 要教大家 DIY手做披萨 你有吃过披萨 可是你有自己做过吗 你有曾经从菜园里面 把那个蔬菜摘起来 最后变成它的食材 放在披萨上面吗 没有吧 而且不只是披萨DIY 这个农场所有的棚架 包含那个温室 都是农场主人自己DIY做的 包含这个招牌 欢迎地铃 牛蒲有机农场 没有错 今天舒适好时尚 我们来到新美市淡水区的牛蒲有机农场 有机 什么叫有机 难道不撒农药 就可以叫有机吗 没有那么简单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 什么叫有机 然后教大家DIY手做披萨 Let's go 是找农场主人吗 那你外商来做农服 你不会觉得不习惯 不会啊 很多人都说 你外商薪水那么高 然后很稳定 为什么要来做这个 做做农的 很累耶 而且你很早就要起来 刚开始我做农的 我刚开始都是隧道保再起来 隧道自然景 我一直认识说农的不一定要像以前说 我三四点就起来 你讨厌 其实哦 现在你有没有听过那个硝酸年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不专业的 像有些菜市长一些阿肥阿波 当然我是说他不跑 他只是不懂而已 这种东西其实要经过光合作用 太阳素来光合作用之后 它硝酸年在残留在我们叶子上 蔬菜叶子上 才会消失掉 才会蒸散掉 那你吃过多的硝酸年 然后在饮食不正确 比如说吃羊汁多辣 然后香肠 亚硝酸年 它就变成 强风了 对 然后它就自然了 就自然了 所以你看有机其实 它也是一个专业 它是很专业的哦 你如果不懂 其实你常常会吃不对的那种 怎么讲 理念不对 你其实都怎么讲 怎么导致的 那我们就看一下你有机 对啊 好 来看一下 哇 简易温室 对 好多菜哦 对 除了这个正常组 还有很多的辣椒 马年绿 可以走吗 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这个就是专门在人家 让人家走的 比较不会黏 比较不会黏的土 比较不会黏的土 然后 这个是什么 这个高厘菜 这个是高厘菜 出球 刚开始种了 出球是什么 它是一个品种 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出球比较多 出球它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它品质很好 也非常好吃 因为够冷 这种品种就是脆又甜 取决说它日月温差 日月温差越大 它的那个扎实度跟它的那个脆感又更好 这里淡水这边是适合的 淡水就很适合 你看 每一次气象包 它就淡水 最冷就是在淡水 然后 白天现在也有可能最高温 对啊 淡水现在最高温最低温 你看这个被重咬一个超大的 这是有机对 对 其实有机也不一定说重咬的就叫做有机 我一直觉得有机这种东西 除了你不可以用化学的药 不可以用农药 最主要是你的观念 你对我们这个环境 你用什么心态去对待它 我用的之材的人就是 我可以尽量重复利用的 可以再重复使用的 然后尽量不去用那些 比较能工的那种 那种一次性的东西 那代表我对这个土地的友善 就是环保 然后有绿化的感觉 对 其实我今年想要体验那个酸菜 你第一次种啊 不是第一次种 因为我面积种这么多 其实是第一次种这么多的 通常因为它这个产量很大 它一颗可能五六斤 五六斤你要卖给一般的家庭主书 他没办法接受 哇五六斤我要怎么去处理 他可能买四分之一就够 对 不过我今天想要尝试做 自己做那个酸白菜 嗯 酸白菜 来试试看 对对对 来试试看 对 你做了酸白菜你再卖或分送 对对对对 我有一颗太大了 然后大家有分送 因为我种的面积 然后这里有分离 然后不过会种很多很多样 就是少量多样 让我的消费者他 比较选择的那种那种项目 对 要不然我都吃你这边 对对对对对 每天都吃到盘子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这个是挂菜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长年菜 对 大街菜 那你看这个时候这么大 然后就是快到过年的时候 它就很大 通常我们种 种到后来现在大概都有一个经验 什么季节 什么时间点 大概要有什么菜 人家是最需要的 像这个大街菜 那个时候就是大家 家乡 就是要有那个长年菜 对对对对 就是配料 对 我们这客家一定要吃 一定要这个 那高丽菜 因为我有教 那个学校 学校的营养物餐 对对对 现在现在 现在几间了 我试验看过两间 然后都是比较偏远的 那个是 对那个就 人家不愿意教的 那农业局拜托我说 这个真的都没有人愿意去教 因为这个都是赔钱的 对 你知道我从这边 送到瑞庭国小 瑞庭国小 你知道在哪里 我不知道 林口发炼厂你就知道了 70几公里 诶 诶 很有诗发炼 就是70几公里 70几公里 对啊 我从这边 然后杀到那边 送20抬金 偏远的小学校 对啊 没有人要 因为送这个就是赔钱 我送这个也是赔钱啊 因为没有人去照顾他 没有人 诶 不可以因为他是偏远的 我们就去忽略到他 没有人去照顾 因为我们更需要照顾 对 对 赞 刚开始也是因为农业局 他其实也很用心的去照顾这些农民 然后去扶导这些农 我想说我们应该要尽一份力量 去协助他们把这个事情做好 这个也是萌萌啊 看起来很像 那个 跟萝卜差很多嘛 不是啊 那个炒人家啊 这个是鱼甘兰 鱼甘兰 明星商品 它是鱼甘兰 对 传说中的鱼 对 传说中的鱼 哦 它这样就可以吃了吗 这样其实就可以鞭采了 哦 因为大片 因为鱼甘兰 它长到叶子大 它的圈子会比较多 太粗 对 会比较多 这个咧 这个就 刚刚我们看的是夏天的萝卜 对 那这个就是冬天的萝卜 白欧 对 为什么你讲夏天冬天 因为其实我们台湾比较少 你在夏天的时候看到萝卜 对 这么大一颗 这个有长出来的吗 我们可以看的吗 呃 都看不行 因为这个 玩的就是大概我们农历过年的时候再吃萝卜 那我们去看可以拔萝卜 好 在另外一面吗 对另外一面 你先走 来我们今天进来拔萝卜 哦 重要的拔萝卜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还没冬天 对 通常是没有萝卜的 对 不过这是夏天萝卜 它遇到的不行 它这个就是要夏天要热 要热 所以这个就要全部拔掉 呃 就边拔 它可以 对 像这个 没有萝卜 这个想想萝卜 我们还可以再长大 你看它这样 其实它一个礼拜它就长很大了 因为这个已经是牛熙了 它再长就很快 诶 这里有一颗 这个 我们可能要两个人一起拔 要两个人一起拔 萝卜是真的是用拔的吗 对 其实萝卜它就一条根而已 然后它的根很长 很深 所以你拔不要说 把它歇歇的一拉 它可能会断掉 要直的 稍微直直的 那你如果感觉拔不起来 稍微咬一下 再拉起来 拔的肚子 对 不然它会断掉 第一个你要先判断 这个头已经冒出来了 这里有中三颗 对 你看 这是三颗 这个很小 这颗 也是很小 那这颗是冒出来的 以头来讲 它们都是细的 细的 这种夏天的萝卜 大概就是这么大而已 哦 它不会说像冬天 这么大一个 哦 觉得有点精简 怎么就有点 超紧 你有啦 你就会觉得 可能这个会断掉 是不是 这只弄门钻或什么 用力再用力 我就会把它拔好 对对对 还是不行 不是 我怎么会跌倒 不是 石冬箭啊 你有没有看过 那个小杰的小杰课本 两个人一起拔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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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 你会感觉到有一个 就是像自己拉断的东西 对对对 这那么小哦 你就可以听得很清楚 哇 然后 你看这个夏天的萝卜 它有点粉红 这一条还算比较没有 它有的更红 你看像这个就很红 很漂亮 粉粉的 粉粉的 这是我的人生 第一根萝卜 好爽哦 我要去创造我的人生 第二根萝卜 没事啦 没事 漂亮啦 嘿 有啦 这一根好像一段了 但是这一根还存在 对对对 这个好大哦 这一根更本红 对不对 对啊 这个颜色好漂亮 这一根更本红 你看 这个颜色 很本的哦 超奇的 这是我的人生 第一根自己拔的萝卜 就它了 哦 顺便说很大颗 其实它 我刚刚已经采过一次了 那剩下的就不多了 哦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采了 现在可以采了 哪一颗可以采 你看 哦这个 这个很漂亮 漂亮 好漂亮哦 哦 它这种特性就是 呃 噴天 然后它的那个纤维又不高 等一下 有机嘛 没有农药 哦 那才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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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那可以采了 对 我一直很想做这件事 好吗 我拿一片下来 还有脆脆的声音哦 色色的 没有 好香 你吃得到白菜的香味 哦好甜 后面那个甜味进来 有点芥末的味道 对 它其实因为食材 可是它还是会有那种冲味 好好吃哦 我没有吃过蛋 还可以直接这样生吃 不过通常哦 我们说这样可以直接不行 不过啊 讲实在我还是建议 呃 如果可以的话 在家里还是稍微 简单的用 充 充 充 因为再怎么样 我们这边有时候在走路啦 什么都会有那种 恢復的问题